大家看我今天穿的衣服就应该知道我要说什么话题了吧 没错就是美国曼阿米的公寓倒塌时间 事到如今已经一百多个小时过去了 事故发生在24号的凌晨一点半 正在睡着最沉的时间段 附近的居民却被一声轰雷般的巨响惊醒 几乎就在顷刻间半栋大楼碎成了炸 事故发生时 住在这栋公寓四楼的Kassandra 正在给丹佛的丈夫Michael打电话 然而丈夫只听到电话那一边传来一声尖叫 电话就挂断了 然后Michael再也没有拨通过妻子的电话 媒体发布了一张这栋从中间被切开的大楼事故现场图 很多生活瞬间似乎都能马上想象出来 甚至有人一下子认出 其中一间暴露出来的上下铺和办公椅是属于他们的朋友 但是他们这位朋友依旧生死未卜 一对印度夫妇和他们一岁的女儿也在大楼倒塌后失踪 而且这位妈妈的肚子里还有一个即将诞生的小生命 当然了我们再来说说救出来的人 第一关被救出来的人员中包括一名孩子 他很有可能在这场灾难中失去了自己的父母 还有一名女士抱着他的孩子一起霍惊 为了将他从废墟中救出来 不得呢不截掉了他的双腿 有一个被压在浅层的男孩 用唯一没有被压住的手臂挥舞着开着灯光的手机 终于引起了救援人员的注意 他用沙眼的声音恳求 请不要离开我 救援人员最终救出了这名男孩 但是在他获救后得到的第一个消息 就是和他一直在一起的母亲没有能够成功获救 不过无论如何 这些已经活着出来的人是幸运 那些依旧被埋在废墟中的失踪者 过了黄金的72小时 生还的几率也将会越来越低 事发的海滨小镇市长说 搜救行动还会继续 直到所有人都从废墟中出来 这项事故呢也已经震惊了整个美国 生命不分国度 我和你们一样期待的奇迹出现 点赞关注我 三天一旦有最新消息会马上通知你们 一般态 这个新消息会马上 诶